Hello大家好,我是欣欣君子兰的小欣君子兰都是通过开花之后给它进行兽粉 兽粉之后几个月会结成这样的果实 果实大概又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成熟 成熟之后它会变成一个叶两个叶的小苗 然后我们由苗慢慢给它继续培养 长成一年两年三年 甚至有的君子兰陪伴您十几年像小欣的这个花 甚至有的是二十年或者是三十年 但是在培养的过程中最通心的就是 经过五六年的时候花会出现问题 比如小欣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这个兔耳朵的问题 就是突然有一片叶变成了两片叶 然后长得像小兔耳朵 而且小欣的这个花拦纸非常好 是一个花体的这个老铁北 非常非常的漂亮 然后突然之间就长成兔耳朵了 整体的形态就影响了很多 花体的一个老铁北 这种情况就比较难过 而且这种问题的话就是不好处理 只能是等这个叶片慢慢脱落 或者是狠心把这两片叶给它剔掉 包括小欣的这一颗花也是形成了兔耳朵 那您身边有没有君子兰养了几年之后 出现问题比较痛心的呢 下方留言可以分享一下 最后呢希望大家的君子兰 不管是小花还是大花 都能安然度过这个夏天 喜欢君子兰的给小欣点个关注 持续还是会分享给大家更多君子兰的故事 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